這還要考 這還要考 這個叫做No.1 我懷疑這台是中國製 所以其實還是淘寶人民幣增香 嗨 歡迎來到明人測謊機 我是今天的大班主持人鬼才阿水 在台灣的演藝圈呢 有許多人談到政治議題 總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今天我們的來賓 除了在他本身的演藝工作 有非常好的表現以外呢 更是一個願意在社群上面 與大家暢聊各樣的公眾議題 那我們來邀請今天的來賓 柯宇倫 哈囉 大家好 阿水 你好 嗨 你好 我們兩個終於網友見面了 對 香簡環 最近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議題 是你特別關注的 最近就是公投阿 非常希望大家能夠出來踴躍投票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公投的熱度阿 老實講相較於上一次其實 感覺比較平淡一點 就是之前是連那種學生族群 大家都很熱絡的要趕快去訂票阿什麼的 那這一次很多議題可能 對於他們支撐連結比較低 你有沒有比較呼籲他們 可以對於哪些議題站出來發聲 這一次很多手投足 那我希望他們能夠稍微衡量一下整個局勢 然後去投下他們第一次的票 那你才知道 哇 原來投下去以後 很多事情會變不一樣 是 那你關心社會的程度也會不一樣 而且那一票我覺得投下去 會覺得阿這個國家其實自己也有 也有參與 然後也有責任 那那個那個社會連結會越來越強 一二一八這一天真的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呼籲身邊的朋友 一起去投 投完再聚起來好好吃個飯 一起聊聊天這樣會很棒 就是台灣的這個娛樂圈裡面 其實對於兩岸的政治關係 或者是對於時事議題 大多傾向於這種就是 不表態 不討論 然後甚至 啊什麼政治我不懂啊或什麼的 那你自己現在整個就是已經大解放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心境上面有什麼樣的轉變 對啊 你說的對了 大解放就是政治出櫃 是 那 比較起傳統的乖寶寶 因為我也 從贏快要40年 那我有能力保護我自己 我有能力不需要經濟公司 我自己開公司 然後保護我自己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也該為社會責任付一些 付出一些生活 那因為像我之前有看到你 其實有一段時間也開始經營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 那其實在裡面你也會討論一些演員裡面 自稱的修為或是有做的一些功課 你當初那時候是怎麼樣 會突然開這個頻道想來跟大家分享 我拍一個喜劇叫《喜從天降》 那我覺得 我們一直去模仿國外的喜劇沒有意義 我們要找到的是台灣人真正的笑點 那我發現真正的笑點 通通集中在YouTube 對 所以我開始一天看12個小時以上的YouTube 看了一年 去理解台灣人到底喜歡什麼 對市場的需求 會台灣人到底覺得幽默的東西 好笑的東西是什麼 後來發現其實 很細膩 很溫柔 然後很尊重人 那就是因為這個契機 我後來去拍《喜從天降》的時候 就想了很多的梗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喜劇需要改革 應該是可以有的時候很寫實 可是有的時候很搞笑 可以胡亂搞笑 可是你該真實的時候 你該好好傳達一個心情的時候 是要好好傳達 對很真誠的 我真正最喜歡的節目是《木曜師草丸》 我也是 真的很好看 對真的 那它結合了傳統綜藝 然後又有日本 然後又有各式各樣的文化在裡面 對對 而且他們重要的是 他們去每個地方都尊稱別人老師 是 你看得到別人本來的樣貌 就是說我在家我不用出門 我就可以做演員功課 這個人他在農場做事情 他放山雞 他每天的體態 他的呼吸 他重要 他在乎的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百行百夜都真的都不一樣 那以前的台灣的節目沒有那麼真實 沒有那麼好看 那現在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真實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契機 要把這些真實盡量帶給觀眾 你自己在接下來的規劃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事情是你未來 接下來布局 希望能夠在這段時間內完成的 我畢竟是一個演員 嗯 那我要能夠健健康康的到60歲都可以演習 到80歲都可以演習的話 我其實就是把每天過好 對 維持健康狀態 吃飽 睡好 精神好 作息什麼都調整好 對這樣才路才走得久 是 最後微笑的人才是贏家 真的 能夠走到最後不簡單 那我們等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來做一個台語的隨堂考 沒問題 我想要來測試一下你的台語 我們來試看看 好 那因為你前陣子有參加公視的電視電影的台語戲劇 那我也想跟你聊一下就是 現在你看許多年輕人其實台語講這件事情 其實越來越少 跟比方說還要做文字書寫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個發展 我覺得如果到現在都還有台語可以學 我覺得他是學得回來的 但是我發現現在有很多在工作上碰到的 比如說台南的小朋友 是 他們來台北上來兩三年就忘記講來 真的 我同學就是這樣 就上來就不講 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語言霸凌還是存在 年輕人的語言霸凌還是很嚴重 因為其實我講真的小時候的時候 曾經一度被說很台這件事情 它成為一個負面的標籤 但其實你看到這幾年之後大家的這個觀念 漸漸就會去改變去演化 那你自己過去從小就是台語就很好的人嗎 我們家講廣東話 跟我家也是 你家也是嗎 張海 我爺爺跟我爸他們都講廣東話 可是很奇怪他們跟我們講又講中文 對 我也是 但我們聽很OK 對對對 後來我去香港工作 這就是每天晚上開新聞 語速最快 看就每天晚上聽 就是一直聽一直聽 聽到可以 聊天為止 是 所以蠻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抽 好 來 這是廣東話對不對 沒有 這個我們沒有誰 因為連我都不知道裡面題目有什麼 我們看一下 第一題 先給攝影機看一下 OK 我正在慢慢學會接收這個 我的名字 台語名叫瓜烏倫 我生瓜 瓜 瓜 瓜烏倫這樣子 我看到名字都會用台語念一遍 他想說 這一定沒有 家裡沒有用台語思考過 會很窮 對對對 我自己的狀態都這樣 我的名字我用台語念的話 很像 這一定不是什麼 爐 爐對不對 就像長頸鹿會叫 吉林爐 吉林爐 對 它是完全不同的思考 好 好 這叫做 哦 羅雷 哦 羅雷 哦 小時候罵人家 小學生罵人家羅雷 就講這個 難怪你剛剛說跟Sophia有關 啊 這個我知道 馬斯庫 脆安 脆安 是不是 你看 但馬斯庫應該是同的 而且是 亞洲都同 對對對 世界同 這跟Youtube是一樣的 這個 Strawberry 最近有在柿頭上 十四的柿頭上 哈哈哈哈 欸草莓不會 草莓 有兩種 一個叫氣波 啊 氣波 一個叫超 超 超 比較像台語 對比較像 氣波是什麼 就是 它會有四次人的泡泡 喔 四次 氣波 感覺這也是日文簡單 氣波我有聽過 N3 欸對 這個我知道 1450不能不會 對香菜英文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我們都要懂了 我喜歡香菜不喜歡韭菜 對對對 不要被當韭菜 來喔最後一題喔 這個是夜明 這個OK啦 這個 這個最簡單 這還要考 這個叫做No.1 對 台灣No.1 哈哈哈哈 非常好 台灣No.1 讚 接下來我們來進我們那個迷人測房機的 環節來測試一下 對對對 我們是要真的電喔 然後我們一樣上道具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我們的測房環節 你有沒有曾經後悔過 因為表態政治 而被中國封殺 沒有 哈哈 來囉 欸它是電我就糗了 欸真的太怕了 你拿水拿到旁邊 它哪一國做的 喔 喔好電喔 好電 它從中指電到尾錐 對它中指是一整個 所以其實還是淘寶爾人民幣真香 哈哈哈哈 我懷疑這一台是中國製 等一下 Made in China 對啊 Made in China 這一題它怎麼會給我過 再來 那我們換一題 你說出三個 你理想伴侶的條件 喔三個 好 我覺得要互相欣賞 然後 要熱愛藝術 然後 要善良 要善良 這個可以電我沒關係 因為我可能漏獎很多 哈哈 喜歡的條件很多 對 喔 過了過了過了 這三個最重要 最重要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喜歡我們柯宇文人的粉絲朋友們 要知道有哪些條件是你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到了節目的最後啊 你有沒有什麼事想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或是忽略的 我覺得還是回到公投上面 一二一八一定要去投票 謝謝 那這邊也呼籲一下語言所說 因為其實的確公投的結果啊 大家一定要做很多功課 不要像 你看像國外有那種都是公投結果出來之後 在查說 欸到底後續的影響 陀歐 英國陀歐 對這樣就會來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鼓勵大家 就在我們 除了當天要去投票之前 一定要做出許多功課 那最後呢也感謝大家 來觀看我們這次的民營車呼吸 那我是主持人鬼塔水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